但炒饭成禁忌词 四川日报遭狠批 王丹气告母亲离世 称与中共血害深仇 美俄安全会谈远跃举行 两方各有盘算 西安严行军阀防疫 军队连夜接管隔离病区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是美西时间12月28日 欢迎收看本期的《万维独报》 我是Jennifer 现在中国大陆的禁忌词越来越多 很多民众由于无心 更可能由于无知 为此付出了很大代价 这点甚至连官方的权威机构也不能卸免 虽然有时搞文字语的表面上好像是粉红 但后边支持的肯定都是中共宣传部门 如果谁撞在枪口上 也只能忍气吞声 跪地求饶 2021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诞辰128周年 《四川日报》官方微博在当晚发出一则微博贴文 提到腊肠蛋炒饭 被左派媒体微信公众号赤涉侮辱应烈 蛋炒饭近年被视为讽刺毛家长子毛岸英的代称 该条微博目前已被删除 《四川日报》在26日晚上发帖 称让网民一人分享一个与腊肠有关的料理 穿穿鲜来 腊肠蛋炒饭 随即引来一片批评 称要直接去中纪委网站举报 敌在内部 其后也被第八官微 以及一些铁毛的微信公众号截图转载 该则贴文很快被删除 微信公众号 美好毛时代谴责《四川日报》作为党报 抹黑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牺牲的毛主席长子毛岸英烈士 影响的恶劣程度 比原《新京报》《深度报道部主编》罗昌平 媒体人骂笔小球 地产大亨潘石屹的公子潘瑞等侮辱英烈 民众多了 该号幼稚 《四川日报》的爆头字是1952年 由四川省长李景全请毛泽东亲自提字 质问这样做是否对得出祖宗 今年的9月30日 电影《长津湖》上演先席有关朝鲜战争的讨论 有人因批评这场战争被拘留 也有人对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的死命展开讨论 1950年11月25日 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在朝鲜境内遭遇美军军机空袭死亡 多年来中国流传一个版本 当时毛岸英没有理会军中的禁令 在营地点火做蛋炒饭 令美军侦查到营地的位置 此传闻后来遭官方及军方人士驳斥 10月9日 网民《左右的右右》留言中出现 韩战最大的成功就是蛋炒饭 感谢蛋炒饭 被南昌市警方处以行政拘留10日 10月6日 中国财经媒体人罗昌平 在其微博上发表了对志愿军烈士的羞辱性内容 将志愿军冰雕连称为冰雕连 他说 半个世纪之后 国人少有反思这场战争的正义性 就像当年的冰雕连 不会怀疑上风的英明决策 随后 罗昌平遭到官方逮捕 10月24日 江苏联通的官方微博 在毛岸英生日期间发布了将蛋炒饭的制作方法 引来部分网友炮轰 有不愿透露姓名的人士对万维TV说 朱元璋因为当过和尚 就不许人说光 僧 秃 秃三个字 说了要杀头 满清入关后 有人写了清风不识字 何故乱翻书 也要杀人 现在已经到了21世纪了 中共政府讲四个字信 怎么就将蛋炒饭这个司空见惯的字眼 一定要和毛岸英捆绑在一起 搞得人人自危呢 如果这样推下去的话 如果有一天有人说 无难话难懂 小图书管理员这类话 是不是都认定是对毛泽东的讽刺 而加以追究呢 如此下去 还让不让老百姓活了 中国的海外印尼人士 长期不能自由回国 很多人在父母离世前也难见一面 给人生留下巨大遗憾 美东时间12月27日下午 八九学院领袖王丹 在社交媒体脸书发出复告 气告母亲王凌云 北京时间2021年12月28日凌晨12点多 因突发脑出血在医院病逝 享受86岁 王丹并写下气血长文悼念母亲 他说母亲为他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为他背负重担 他是我心目中最伟大而精强的母亲 王丹在复告中指出 他被北京拒绝回国 使他连见母亲最后一面也不能 这笔血汗深仇要算在中共的头上 对此 我将鸣刻在心 切齿不忘 另外 由于母亲一直让他协助政治犯家属 他会以10万美元积蓄 成立王林云人道救助基金 用于救助政治犯家属 完成老人心愿 王丹的复告称 由于事发太突然 母亲没有经历太多痛苦而离世 是他心碎之余的唯一一点安慰 他自言 当时他脑中不能思考 情况一如89年6月4日 王丹花了不少篇幅 怀免母亲对他的支持和关爱 以及因他所受的苦难 他指出 1989年六四事件后 王母因他受到株连 被当局无辜关押50多天 导致小腿肌肉萎缩 几乎残废 在其后他两次入狱 共六年半的岁月中 母亲为营救和保护他 纵使面对官方的巨大压力 也从未屈服萎缩 曾当面拍桌痛斥中共高级官员 形容他是最伟大而坚强的母亲 但也因此付出巨大代价 直言 让母亲为我背负这样的重担 我是全天下最不孝的儿子 王丹表明他不会被悲伤打倒 因为他们母子均知道 他们的苦难是坚持信念 必然要付出的代价 他深信只有继续前行 才能告慰母亲在天之灵 而为了母亲生前经常劝诫 他不要喝酒 他宣布从此余生将滴酒不沾 算是一个儿子的迟到的孝顺 王丹发出复告的头七小时 就有2万多人点击表情包 2600人评论 绝大部分是安慰王丹解哀 而同音六四事件 流亡美国的剧作家苏小康 则在评论中透露 王母由中风至离世 中间相隔5个多小时 是母亲在等他的儿子 他不见到王丹就不能瞑目啊 但他接着说 王丹应可告慰父母的事 他因八九学运而成为 六四屠杀后头号 被通缉的21名学生 这份殊荣将永远铭刻于历史 他的妈妈是以这个儿子为荣的 六四事件后 北京通缉多名被指参与和支持 学运和民运的学生 知识分子和其他人 不少人经香港的黄雀行动 就离中国 游往海外 王丹则以保外就医之名 获准离开中国 但却一直不能自由回国 美国和俄罗斯将在来年元月举行会谈 讨论核武器控制和俄罗斯乌克兰边境局势紧张问题 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一位发言人对记者说 双方将在1月10日举行会谈 俄罗斯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随后将在12日举行会谈 13日俄罗斯 美国和其他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成员国将举行会议 该发言人说 我们坐下来会谈的时候 俄罗斯可以把他关切的问题摆到桌面上 我们也会摆出对俄罗斯行为的关切 有一些领域我们会取得近战 有些领域我们一见不一 外交就是做这个的 西方国家政府对俄罗斯在乌克兰边境地区成兵感到震惊 并担心俄罗斯会发动入侵 俄罗斯总统普京则否认有这种计划 并要求北约不要扩展到他的领土附近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发言人说 美俄会谈不会就乌克兰的利益问题做出决定 这位发言人说 拜登政府对乌克兰问题的做法是亲属和一贯的 这就是在威慑和外交两条轨道上团结盟国 我们在俄罗斯对乌克兰采取行动 将有什么后果的问题上 跟盟国是团结一致的 万维时评人士高禄指出 美俄分歧太大 普京撒破逼婚 拜登蓄于尾舌 美俄关系下月会谈 会形成暂时的稳定平衡 这不仅是俄罗斯希望能与西方达成某种平等的长期期盼 也是美国需要全力对抗中共不愿在欧洲分审的需要 估计美国会采取斗而不破的原则 一边吊足老毛子的胃口 一边也给中共造成北线不稳的忧虑 西安疫情形势严峻 已称中共目前面临的最棘手问题 如果防控不力 疫情扩散 不仅北京冬奥泡汤 全国形势也将失控 自23日封城以来 确诊人数实现上升 自12月9日以来 西安此轮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达810例 官方称 西安疫情多点爆发 防控形势复杂严峻 据《华商报》报道 12月17日晚8点 西安空军军医大学组建一支150人的医疗队 紧急入驻西安定点救治医院 接管隔离病区 医疗队成员来自西津医院 唐都医院 口腔医院 986医院等附属单位 当中有进驻过武汉火神山医院红区的专家 在2020年武汉爆发疫情封城后 空军军医大学曾两次派出医疗队支援武汉 如今再次深夜出征支援西安 27日 西安防控措施再升级 当天正午展开第五轮全员核酸检测 同时叫停每户每两天一人外出采购生活物资的政策 要求所有民众逐步出户 必须等待所有核酸检测显示阴性后才能出门 违反规定的最高可处行政拘留10日 并处500元罚款 民众对此怨声载道 有网友说 之前我信了政府的不用囤菜 现在网上买不到菜 社区不给送菜 好不容易48小时核酸检测出来了 突然又不让出门了 我是真福气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万维独报》的所有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屏幕右下方订阅我们频道 同时也欢迎您点赞 转发分享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再见